迷媚的心碎了一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迪拜酋长,阿联酋副总统谢赫穆罕默德,在Instagram上宣布,自己的三个儿子结婚了。 On his Instagram page,据海湾新闻Golf News报道,这位酋长还PO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H-I-S-S-O-N-S,F-A-Y-I-N-G-T-H-A-T-H-I-S-D-U-I-N-G-T-H-M-H-I-S-F-A-T-H-E-R-O-Y-D-U-T-Y,Help Them Get Married。 在诗中,谢赫穆罕默德,表达了对儿子们的骄傲之情,说他在寄一个父亲的职责,帮助他们走入婚姻殿堂。 V-I-A-J-U-L-F-N-E-W-S,F-A-Y-N-S,S-H-E-I-K-H-H-M-D-A-N-B-I-N-M-O-H-M-M-E-D,C-R-O-N-P-R-E-N-S-O-F-D-U-I,W-A-R-E-S-E-D-U-I-N-T-H-I-N-E-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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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 a seeシ Breda's will share the same among the-s-H-I-K-H-H-I-N-E-B-I-N-T-M-E-K-T-O-U-N-B-I-N-G-U-A-M-E-H-R-C-E-N-E-S-O-N-E-S-O-U-N-E-S-O-N-E-S-O-N-E-S-O-N-E-w-N-E-S-O-N-E-S-T-O-N-E-N-E-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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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S-O-N-E-S-O-N-E-O-N-O-S-O-I-N-O-N-E-S 在当晚签订了婚约,不过婚礼还要再等些日子。根据伊斯兰传统,当新娘的父亲和新郎在两位男性见证者在场的情况下签订婚约,婚姻就算正式启动。 War of the National,这一讯息在上周四一,早就刷爆了整个海湾地区的网络世界。詹悦宣布结婚,还一次就撒。吃瓜群众表示,这波操作没见过,而且更抓马的是,这次要结婚的王子其中之一,就是让众多少女魂先梦绕的王楚哈曼丹。 The Twitter 迷妹表示先哭为敬,甚至在中国网系网络上。这位多年单身的王子,也拥有许多粉丝。随便一搜就是有钱,竟在什么的形容词。随便一搜截图。根据Business Insider去年的估算,迪拜统治者马克图姆家族的总资产,约为45亿美元。出生于1982年的哈曼丹。 是迪拜酋长正妻的第二个儿子。小时候就长得特别俊俏。 Wines,长大后的哈曼丹,从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 他于2006年9月,被任命为迪拜行政联席会议主席。 S-H-A-I-K-H-H-A-M-D-A-N-B-I-N-M-O-H-A-M-M-E-D-B-I-N-R-A-S-H-I-D-A-L-M-A-K-T-O-U-M-W-A-S-A-P-P-O-I-N-T-E-B-A-S-D-U-B-A-I-C-R-O-W-N-P-R-I-N-C-E-O-N-F-E-B-R-U-A-R-Y-O。 2008 2008年 哥哥拉希德被父亲穆罕默德酋长,剥夺王储头衔。 哈曼丹自此成为迪拜王储。 V-I-A-J-U-L-F-N-E-W-S V-A-I-N-S,拉希德又和哈曼丹所曾是形影不离的兄弟。 2015年9月,迪拜官方宣布,拉希德王子死于心脏病突发。 年仅33岁,有英梅称,他死于长期喝绕。 一直以来,哈曼丹塑造了一位平易近人,爱好广泛的王子形象。 V-I-A-N-E-S-H-I-N-E-S-S-H-E-I-K-H-A-M-D-A-M-B-I-N-M-O-H-M-M-E-D-B-I-N-R-E-S-H-I-D, 他喜欢写诗。 以法扎赫字,的笔名发表了很多诗歌。 V-I-A-N-E-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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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 挂注吃瓜群众们 She can't be Mohammed 这一次 36岁的哈曼丹要结婚的物件 是她的表妹 出生于1990年的谢克哈 VIAJULFNEWS 据说十年前 两人曾订婚 但不久后取消了婚约 谢克哈童年兆图 Pinterest 小时候的谢克哈和哈曼丹就有合影 似乎家长们早有打算图 Pinterest 在婚讯事出后的几天 结婚物件哈曼丹对于这件事没有任何表态 他的Inf上都是自己看家铁人三项或者鱼长颈鹿 大象丸的内容 WhyInf?迪拜的长颈鹿哦 对此 外国网友也是众说纷纭 在著名的王室八卦网站Royal Forums上 大家对这则婚姻表达自己的猜测 Hasper Anei 现在她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妻子了阿联酋的伊斯兰教传统 仍可以娶四个老婆 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 J-A-M-A-L-L-R 很明显这是逼婚 按照预期宝宝们 很快就会诞生了 对于统治家族 联姻是巩固政治统治力的有效手段 哈曼丹的一个姐夫 就是隔壁更有钱的阿布扎比酋长的弟弟 曼城俱乐部的老板曼苏尔 她的妹妹有的嫁给了富察伊拉酋长国的王楚 有的嫁给了巴黎王子 Wines 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TA 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没有外人知道 但作为公主和王子 注定有很多事情是自己不能左右的 图 网络 Handene Golf News The National